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你不想知道 你是怎么死的吗 不用想 一定是为你而死 答应我 如果有下一次 不要再救我 不会再有下一次了 玉迪的灵力已经完全衰竭了 无法再用了 那以后 就要靠我们自己了 我不怕 因为有你陪着我 就够了 这是 我叫夏人 把雨柔的东西收拾驮当 她胜前坎坷 现在 还是让她走得体面一些 她临死前 曾盯住我妥善收藏此话 是我疏忽了 香烟 这幅画上 本来应该是你和冬月 可我还是有了这幅画 她 我死之后 你要见她图山收藏 你答应我 我答应你 不许是 这 她到死 都还在为你着想 汉子殿下 这边请 冬月 你的伤好些了吗 好多了 把这个药吃了 你的伤会恢复得快一些 多谢殿下 殿下 今日之事 冬夕也是受陆远瞳所破 还请殿下 冬夕 我们该谈谈了 你还记不记得 小时候我们在宫里读书 闲侠时也经常对弈 殿下的棋力 比小时候见长了许多 我的棋力本就比你高 只不过你总是偷奸耍滑 趁我不注意时调换妻子 那殿下看 这次我可曾偷换妻子 没想到你还有如此能耐啊 故意下场平局 这难道不是殿下的来衣吗 这难道不是殿下的来衣吗 看来我确实误会你了 那倒也不是 我从小 就要偷换妻子的毛病 我说的是文业的事 我已查明 文业是被方元所害 如今降书被他毁掉 方元也畏罪潜逃 不知所踪 一直以来 确实是我误会你了 若是当初信你所言 也不会有今日的局面 胜负未明 未必没有挽回的局面 当初你提议你我讲和 我不甘烦 不知这话还算不算数 落子无悔 言出必行 冯夕说过的话 自然算数 玉柔 你曾叮嘱我 妥善保管我们的画像 可我思来想去 觉得最妥当的 还是让他随风飘尸 就向你我的恩怨 爱恨 身份的有不满意 什么事 儿子 穿不了 脸儿 既然偷 谁在我现在 我良人 不要再遇到我这种 给不了你幸福的男人 就是这样 学会了吗 学会了 殿下哥哥 这发酱是送给我的吗 喜欢吗 怎么了 不喜欢这个发酱啊 不 我喜欢 要是爹爹能看见就好了 你爹爹当然能看见了 你怎么知道 每一个我们在乎的人 其实他们永远都不会离去 会一直活在我们心里 给我们力量 为了不让他们担心 我们更应该好好地活着 不过呀 文大人要是看到文心 现在这个样子 一定会很开心 他会想 我的女儿 怎么成了一个倒孤 殿下哥哥 我 我以后还要嫁人呢 小文心 你现在就开始考虑婚事 是不是有点太早了 我 我生气了 好好好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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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不取笑文心了啊 不要生气了 我请你吃好吃的好不好 不 我要你答应我件事情 我才不生气 什么事 好 文心 学武可不是玩耍 要想学有所成 就得吃苦头 你真的考虑清楚了吗 文心不怕吃苦 就怕自己太弱小 保护不了身边的人 嗯 那你把这把扇子当成敌人 打一掌我看看 好 马不扎低 出掌发力 讲究意在掌先 力从地起 腰挺直 手放松 马不扎低 好 继续 你是不是在等着 我告诉你这东西的来历 你 那日陆远潼在婚礼上 威胁你交出来的 就是这个玉玺 你想不想知道 她为什么会在我手中 我只是想知道 她会不会给你带来杀身之祸 一定会 那你有不得不留下她的理由吗 我带你去个地方 这里面供奉的 是明家历代祖先的牌位 而且不单单只有这个 这里面藏着一个生死攸关的秘密 你真是明家旧人 我不只是明家旧人 我的母亲 是明家长女 当年罪得圣宠的明贵妃 我的父亲 就是当今生上 你就是二皇子 你就是二皇子 你苦心经营的棋举 就是为了替明家冤死的人翻案 难怪你不惜代价 也要登上权力的顶峰 自从我看到我母妃惨死之后 我便暗自发誓 我不仅要翻案 还要让那些陷害我明家 双手沾满明家鞋的人 付出代价 那两个牌位是 那两个牌位是 这里原本只有四个 都是为陷害明家的罪人准备的 安侯 殷石 左相 陆远潼 现在你害怕吗 你都不怕将你生死的秘密托付于我 我又有什么好怕的 只不过 不过什么 只不过我还不知道你的真名 这就是我的真名 庞喜 庞喜 把玉为喜 怎么了 是我又忘记了什么吗 就算你忘记了也没关系 无论如何 我们兜兜转转还是会走到一起 只要你的心没变就行 谁说我没变 你敢变 你没发现 我变好了吗 现在的冯夕 是一个可以把所有秘密都告诉你的冯夕 你既然知道了这个秘密 就要一路跟我走下去 不能回头 你后悔吗 我刚刚跟你说过的 你又忘了 兴许是忘了 要不 你再提醒提醒 我不后悔 我一辈子都要跟你在一起 谁也改变不了 你这是在求婚吗 那你答不答应啊 反正 你可得想好了 答应了就不能后悔了 贺 SQL 竟然月血小姐都这么主动了 那西体公子 就免为其难地收下吧 免为其难 你 你到房间了 早早休息吧 再怎么说也是人生大事 一句美为其难就给打发过去了 这也太随便了吧 早知道就不应该主动 喜福出城 请夫人一试 府门之外 马车先后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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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篮 自由 冬月 彼时初见 你便是想偷着外衣 也多亏了这衣裳 让我们有了那一眼之眼 我流于笔中了 我所喜意的 你便是因为 我老闆 我多亏了 我只是说 你还没有 我走了 我都不懂 我只想 我曾经 我还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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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能 风前月下 冻青花开 从此世上多了一个名为冬月的女子 我的棋盘上 多了一颗计划外的棋子 风前月下 冬青花开 不如叫你 冬月 我们相识之初 便以生死相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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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回避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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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又自明了 正如你我出狱的时候 我记得 一片冬青花落到了你的掌心 你的名字便由此而来 我心上的此情 也是你亲手所赐 我还记得你喜欢蝴蝶蜂肘 喜欢加桂花匠的莲子羹 我还记得月圆的名字 也是我心甘情愿为你花地为牢 我已经记起了关于我们的一切 关于我们的每一个瞬间 我说过 现在的缝隙 是一个更好的缝隙 我骗过你 让你爱恨交织 我也忘记过你 让你受尽委屈 现在 我只想跟你携手到老 逆转时空 总有代价 之前你是 我不管什么代价 也不管前路有多么困难 我只想跟我共度未来的人是你 冬月 让我照顾你好吗 这一回 你不免为其难了 上一次是你抢了仙机 我才为难 求婚这件事情 应该我来做 既然如此 那我也免为其难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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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会换完 我可以UNA 你会去 啊 呐 阿姨 可我再免为你 这是什么话 难道你对小叔 你什么都不懂 难道你是羡慕了 天下间哪有女人 不羡慕这样的婚礼啊 可是天下间 又有多少人 能办得起这样的婚礼 小叔算上求婚 多多少少也花了百万两 你算什么呢 谁让你办 自作毒气 这是什么话 我不办谁办啊 我就知道那间店的东西 你看不上了 镇店之宝都让你买走了 你还跑来做什么 能怪我吗 那镇店之宝给了谁啊 其实婚礼手上 就是图个吉利 镇不镇店的不重要 那可不行 明天我还要来一趟 还来 这镇店之宝没了 我要让老板再打一箭 若不是世间仅有 怎能叫镇店之宝 这云离青玉金不遥 得以传世 是因为它的寓意 情比云高 情比金尖 若你我死守白头 我们的故事得以流传 那么我送你什么 都是传世之宝 流不流传的不重要 只要 我们能好好在一起就好了 我要好好想想 这船是质宝的款式 小叔 这是洗铁用的纸 纸质的不行 要用绒面的 纸上的东青花 要用暗纹的 还换呀 小叔 你是不是忘了 咱们还欠着债呢 你这半场豪华婚礼的钱 还不如把钱先还了 再不行 把钱给我和子鸢 这婚礼是我的 这钱也是我的 我爱怎么花就怎么花 你管得着吗 你要是缺钱了 就直说 那我没钱了 我也没钱了 不是 小叔 你看啊 你每次跟冬月姐搬婚礼 哪一次不是飞来横祸 惹着鸡飞狗跳的 你或者去求个平安符 花点钱做场法事什么的 闭上你的乌鸦嘴 这次我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一定能够顺利完婚 吩咐下去 婚礼当日 冯府那位要严加戒备 难道不应该说 一定会顺利吗 再不顺利就是因为你 我这就去办 据儿臣探查 能证明冯夕是明家余孽的罪证 尚在冯府当中 陛下 冯夕大婚在即 婚宴上我们给她来个出其不意 以杀人谋逆的罪名将其抓捕 正好可以将冯夕一档 一网大尽 这次 万万不能再做事量极了 不许多了 父皇的龙体不堪起色 不如让儿臣请太医来 陛下 现正是修炼内丹的锦药馆头 不宜为俗物挂心太多 是时候服用丹药了 皇儿 你历练尚浅 行动之日 一定要全力配合左相 万万不可 煞自妄为呀 儿臣遵命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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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